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這是我 恩 哥 我前一陣子去旅遊了一波 就加上我在洗滴我的身體 嗯對 不是這一種洗滴 對這個照片是我去病道的Skyla 過人的時候拍的 是很美 我還是在給你們介紹 說洗滴其實是因為前一陣子 我常常到臉異景點 總覺得身體會有一些 沒辦法承受的副作用 比如說到了那種地方 我會頭暈 不停的打哈欠 甚至是想吐 等等的副作用 而休息一陣子之後呢 我發現這個現象真的好多了 那我上禮拜去阿阿貝斯山 廢棄的城堡 旁邊有那種像台灣的小廟 我都沒有覺得怎麼樣 總之呢 我好多了 一集的主題呢是因為 人生第一次去歐洲 才發現到說原來世界各地 每一個角落都有各種 關於鬼神的傳聞 包括我去到義大利米蘭 也有像那種肚子傳說 兩人大教堂裡面的傳聞 說到這就要進入 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主題了 精靈 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有精靈的存在呢 我去了一趟冰島才知道 原來當地人對於精靈 讀謀的深信不疑 只要上網路過 Asian People Elf 就可以查找到 冰島人根本不知道 相信精靈是不尋常的 比如說冰島人相信精靈的比例 有62% 甚至他們還有這個 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的網站 在介紹著冰島的精靈 他們還有在路邊 端門蓋這種小房子 端門給精靈住的 這一集呢 就是要帶大家更了解 冰島關於精靈的傳說 那我們把鏡頭交給 戰地記者王偶 所以大家我人呢 現在就漫步在這個 冰島的街頭 你看地上全部都是雪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 真的非常的興奮 冰島有一些 蠻令我感到驚訝的事情 比如說冰島的土地面積 比台灣還要大 它的人口呢 卻只有37萬人 但當地的羊 卻有100萬頭以上 所以羊是人口的三倍之多 而且當地其實還有一些 很特殊的暗黑料理 比如說烤羊頭 寫布丁之類的等等 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多樣 大家看一下我前面來到了 此時路口 這什麼聲音 這個鐵鍊 被打到 現在時間非常的晚 所以之後沒有人 無人的店家 這邊這裡有一張被 積雪弄掉的長椅 那我們就在這個長椅 講都市傳說好了 這隻超冷 我已經快動沒屌了 屌屌人真的很厲害 當地的人啊 長得都很白 有的胖胖的 我覺得很好看 就有點像北極熊那樣子 那大家 我就在這個地方 講當地的冰島傳說 今天要講的第一個故事是 十字路口的小孩 半夜坐在冰島馬路邊的十字路口 聖誕精靈就會出現 有的會給你經營財寶 有的會變成你的母親 或者是你喜歡的人的模樣 這個呢 聽起來非常有誘人 但是背後卻有著圈套 如果你接受了他們任何的虧症 你有可能便會上司理智到發瘋 相反的 如果你能夠堅持整晚不說誘惑 等到白天 你就可以站起來說一聲 感謝祖 現在到處都是白天了 這樣子呢 精靈就會消失 甚至是留下他要送給你的 說呢有一回 一個叫做Fursi的人 坐在十字路口 堂射了一次這樣的挑戰 起初呢非常的順利 他拒絕了精靈一切的誘惑 但後來精靈開出了一個 十分誘人的條件 也就是一百塊豬油 Fursi沒有能夠抵擋得住誘惑 咬了一大口豬油 說出了那一句 後來流傳百事的名言 我從來不對豬油說不 後來呢他就瘋掉了 我們到說到這個 阿露交叉口的故事了 我們就去馬路交叉口 把剩下的故事講完 看看可不可以遇到那所謂的精靈 對 大家這裡就是一個 阿露的交叉口 果然是冰島 這裡的風特別大 你的鏡頭還在晃 我就在這邊 繼續講 順便看看會不會有所謂的精靈出現吧 這個故事就是 臉上有疤痕的女孩 從前在一年夏末 一個五六歲的小孩 因為家人外出耕作 所以獨自在家 那時候沒有保姆 家裡人只給他了一個 銀製的杯子玩耍 就這樣 時間經過了一個下午 大人們回來的時候 小孩不見了 大家十分擔心的是處尋找 他們後來只找到了一個叫做 Latin Beani 對一個人 這個人的聲稱 可以告訴他們 他們的小孩在哪裡 那大人們都非常著急 趕快問這個 Latin Beani 他們的小孩在哪 Latin Beani 就帶了他們到 屋子後方的 馬舊裡面 有個小孩在這裡 結果門一打開 果然 他們的小孩 躲在這個馬舊的角落 大人們呢 非常的驚慌 趕緊衝上去 把小孩帶了回家 而回到家中 經過家裡的燈 他們發現 還好小孩好髮無上 只是臉上多了一道藍色的疤痕 像是被什麼東西傷害過一樣 大人們很緊張的問這個小孩 你剛剛到了哪裡去 為什麼臉上會有這道刀疤 小孩呢 就眼神空洞著 回答著說 有一個 整個像媽媽的人 把我帶走 他帶我到一個奇怪的房子裡 他為我喝牛奶 可是我不喜歡 他就倒了我一下 嘻嘻嘻 對這道藍色疤痕 似乎是在那個女子對小孩 動手之後 所留下的傷疤 幸運的是 小孩並沒有怎麼樣 不過 這道藍色的疤痕 據說就一直跟著這個小孩 有被子 它後面好像是一個小城鎮 感覺沒什麼恐怖的 但周遭的氣溫太低了 又加上漫天的白雪 出來這裡 你會感覺到 有一股莫名的壓力 第三個故事呢 是不要信任精靈 有一次三個小孩 在一個小山包旁邊玩耍 其中一個最小的女孩 把自己的手伸進了一個小洞 嘟囔著 看不見的人啊 把珍寶放進我的手裡吧 接著這女孩突然感覺到 一陣重量 於是她把手伸回 發現她的手心上 多了一個純金的扭扣 而旁邊最年長的那個小孩 看到了 非常興奮的 效仿這個小女孩一番 於是她也把手伸進了洞裡 一樣的刀捏了起來 但沒想到 男孩並沒有感覺到 手心的重量 反而突然感覺到 一陣刺痛 她趕緊的便尖叫 並把手拉出來看 啊啊啊啊 才發現 手上畢竟什麼都沒有 而且 自己的手 還被精靈折了 歪七六八爺 非常像那個 精靈壞七六八爺 非常像那個 心可納的程中 真的好冷啊 現在目前的師傅 是沒有人 要拿精靈財寶來匯賂我 如果有的話 我也是不願意在這裡等啊 真的好冷喔 好 大家 我們繼續講下一個傳說 到底在找什麼 衝見在 這個地方 有一個農夫的兒子 晚上睡不著覺 她躺在床上 看見門廊透出一些 些微的光亮 光亮裡 一個舉著蠟燭的女精靈 走進了她們的小屋 這個精靈有一頭 純金的頭髮 藍色的大眼睛 白皙的皮膚 以及肩體又深邃的五官 這個精靈女子呢 用蠟燭照著房間 似乎在屋內尋找著什麼 而這個農夫的小孩 她並不喜歡半夜 又到她家裡來胡鬧 影響她的睡眠 所以她衝著這個精靈大喊 你到底在找什麼 她這樣衝著一個女精靈大叫 而女精靈顯然不高興 突然離開了她的房間 後來這個農夫的孩子 終於閉上了眼睛 一覺睡到了天明 隔天告訴她的母父母 前一晚她遇到了這個事情 而她的父母聽完 告訴她這個女精靈顯然是精靈界的女祭司 是屬於高階人士 她是要來祝福她們家的 所以她的父母呢 非常的生氣 對她們的小孩大罵了一頓 並且趕快用祈禱的方式 跟精靈界的精靈們道歉 對 大家那裡其實還是風太大 其實太冷 當時我的手已經破皮爛掉 產生了洞窗 現在好多了 我的錄影機最後是掉在了地板 畫面就沒有 所以我們還是把畫面交換給我 而冰島當然不僅僅有精靈 他們也有宗教 鬼怪 各種類型的東西 根本都想要尋找 但是因為冰島這個地方 天氣變化是以陰晴不定文明 去的時候不想遇上暴風雪 打斷了我這個自駕的念頭 就變成跟團 有沒有辦法去尋找這些小房子 那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不過呢 我後來也有去到他們 當地遠近馳名的黑沙灘 黑沙灘呢 它最著名的就是 它的浪永遠都是達到兩三公尺這麼高 非常多的人 一不小心 就被捲入那個浪裡面 有的是被浪捲走回不來 甚至有的是 當場頭被打斷 也有人成功的獲救 但是獲救的人呢 通常不是活手 就是救生員 導演跟我們說 這個救生員呢 也在漂浮了四十分鐘之久 成功的回到岸上 而且這個浪旁邊往上看 你還會看到一堆的一堆的海鷗在上面盤旋 然後我們後來也來到了冰島的藍冰洞 頂隊友在找那個冰 他也有說到 之前在找冰的過程中呢 早一早有突然看到冰的反射 就是一個人頭 轉身看的時候不見 冰島也有非常多注視的鬼怪傳聞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新鮮 一定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 台灣大翔徑庭的另外一個世界 喔 肚子好痛 沒有講精靈的壞話 我現在去上一下廁所 冰島也有一些 你非常震撼的 像你的名字的這種大洞 甚至是在結冰的裡面上 旁邊還有那種 高於一百度的蒸汽群 畢竟讓我感到這個世界的壯闊雄味 我剛剛拿來這個帳呢 不是冰島帶回來的 它是阿爾卑斯山帶回來的 阿爾卑斯山的話呢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OK 那謝謝大家 也很願意看我的影片 感到非常的感動 對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幫我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